第七十集 青儿笑笑 哼,可以试试,不愁,你就去找云木好了 嗯,东方菲儿文言把一把琉璃梳子递给他 青儿接了,抓过他的头发,一点一点地梳着 他的头发很好,又长又顺,就像丝绸一样 嗯,梳仙女妆好不好 今天肯定很多人输工妆,青儿建议着 好啊 东方菲儿点点头,心中狐疑,也不知道他手艺怎么样 但是他还真是小瞧了青儿 青儿食指灵活地在他头上摆弄着 很快长发就被高高挽起,分成三股长形的环 正是最常见的仙女装扮 诶,你的首饰呢,全都拿出来 我瞧瞧,戴什么样子的比较好看 嗯,东方菲儿喜滋滋地取出首饰,让青儿给他参谋 心中甚是高兴 虽然明白青儿懂得梳头,势必是以前也曾经给别人梳过 但现在他却是给自己输 这各种滋味实在有些说不清楚 自从上次被青儿点了一句,他心中已经有多少些明白 但修仙者在漫长的岁月里,感情不过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游戏 若是过于执着,反而堕入魔道,影响心性 而更多的修仙者却是把感情当成修仙的一部分 一来磨练自己心性,二来大发无聊而漫长的岁月 但是,大概是来自人家的缘故 东方菲儿却更加执着那种一生一世的追随 想到这里,他在心中轻轻叹气 诶,菲儿,你还小 戴这个凤差实在是老气至极 青儿一边说着,一边取过一只宝石簪子 点缀在发际上,随意地点缀了几颗珠子 看着珠光闪闪,但又不算太过抢眼 怎么样? 青儿扶着他的肩膀,笑着问道 哼,青儿,你真是太好了 你这双手怎么长的呀 东方菲儿一边说着,一边拉过他的手来 青儿的手指白皙修长 哼,是菲儿长得好看 我也去极乐沙里,有事我再出来,好不好 嗯 东方菲儿连连点头 青儿身子一晃,已经走进极乐沙空间里 最近,通过青儿的指点 他对于各种秘技的使用,越发炉火纯青 而青儿交给他融合极乐沙空间和灵界相容 这么一来,只要他不刻意关闭整个极乐沙 青儿和楚浩然和腾龙就可以自由出入 对于这个问题,东方菲儿曾经呼吁过 如果让极乐沙空间和灵界有了通道 那么会不会有人误闯进极乐沙里 结果,当他问出这个疑惑后 楚浩然和青儿都是大笑 笑他是小白痴,极乐沙乃是他神识大开的 只要他不愿意,谁也休想闯入 这不管修为高低的问题 只是完全是神识控制 东方菲儿问言,这才算放下心来 对于这个小小的极乐沙空间越发喜欢起来 听得楚浩然说,想要开辟空间 绝对需要大智慧和大神通 就算是大罗金仙 也不具备开辟空间的力量 这让东方菲儿非常好奇 这极乐沙空间到底是谁开辟出来的 等着青儿走进极乐沙里 东方菲儿换好衣服 云木的笑声已经从门口传过来了 美丽的菲儿小姐 你可准备好了吗 好了好了 姐姐,你就知道大趣人家 东方菲儿一边说着 一边笑着跑去开门 最近他才有空研究 当初在仙墨里面找到的宝贝 其中竟然有一卷是单书 记载着上百种各色等级丹药炼制的方法 对此东方菲儿简直是欣喜若狂 由于东方菲儿炼制出了紫灵丹 穆雅阁对他自然是八戒的紧 双方合作愉快 东方菲儿让穆雅阁给他收集各色药材 更是水到渠成 他曾经尝试炼制五级丹药失败 知道自己终究修为不够 还不能够炼制高级丹药 但是四级丹药嘛 他却可以把火候控制的炉火纯青 想着楚浩然的绒魔丹乃是七级丹药 东方菲儿就有些泄气 而且他就算现在能炼制出绒魔丹 却没有菩提魔果 依然不能够让楚浩然恢复 对此他只有叹气的份 云木因为东方菲儿的缘故 如今在穆雅阁的身份 那是水涨船高 就连这家族大长老 也不敢对他稍有磁色 因此他对东方菲儿更是极力奉承 我们家菲儿真是越来越水灵了呢 云木拉着他的手 上下打量了一番笑道 云姐姐才是大美人呢 东方菲儿一边说着 一边打量云木 云木今天穿的裙子领口很低 外面披着一层银白色的织锦长衫 里面就是水红色的裙子 裙子的边缘用同样的银色 绣着花卉图案 配着他高挑的身材 越发显得风神俊秀 东方菲儿只是穿着 银白色的织锦长裙 裙子上用针线绣着凤凰的图案 轻力中透着一股子难得的贵气 哎 走吧 嗯 你那两个哥哥不去吗 云木试探性地问道 最近他都没能够见到楚浩然 倒是见了青儿 东方菲儿解释说青儿也是他哥哥 还让他办理了一张身份文碟 云木是满头雾水 如果楚浩然和青儿都是东方菲儿的哥哥 那么为什么楚浩然姓楚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 东方菲儿和楚浩然绝对不是他所说的亲兄妹 当然 这关他什么事儿 他只要侍奉好东方菲儿 能够成功拿到丹医药就成 他们两个对这等宴会都没兴趣 东方菲儿摇头 事实上青儿原本还是想要进去看看热闹的 但一想厚土娘娘在 顿时就蔫了 躲进极乐沙里 说什么也不敢出来 为此 东方菲儿狠狠地笑了他一通 由于是正式宴会 加上对于皇室的尊重 也不便采用挪移的法术去 所以东方菲儿和云木一通坐了马车 东方菲儿还是有些害怕独角兽 上车的时候离得远远的 不料就在他上车的时候 却看到月风铃和月玲龙正坐另外一辆马车 双方相互看不顺眼 而月风铃看到东方菲儿更是连着脸都黄了 风铃 别理会他 月玲龙怕月风铃又惹事 忙着招呼道 哼 早晚让他死在我手里 月风铃冷冷哼了一声 我听说呀 你最近和月家那两姐妹闹得很僵 云木上车了 拉着东方菲儿的手问道 可有什么地方需要姐姐帮忙的 那倒没什么 他们不招惹我 我也不会理他们的 东方菲儿道 虽然他很是想找月风铃算当初在鬼府的老丈 但是一来不想暴露身份 二来月风铃倒是不可怕 怕就是怕凌风子 嗨 那个天刚松啊 这些年好不嚣张的 提到这个 云木叹了口气 劝着东方菲儿道 若是没有必要 就算了 这些大门大派的都不好招惹呢 东方菲儿知道他是一片好意 当即点头笑道 姐姐说的是 没事谁愿意招惹他们呢 哎 妹子 我听说三殿下和胡家二公子都在追你 那胡家二公子为此还和月玲珑分手了 我和胡家二公子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和三殿下更是没有关系 东方菲儿连连摇头 云木见他不承认 想起楚昊然来 当即惠心一笑 不再说什么 凤凰皇皇朝的皇宫并不远 马车行了不到二十分钟 已经在皇宫大殿前停了下来 早就有着各色礼仪的官员迎上来 照顾他们下车 引着他们进入大殿里 东方菲儿走到大殿里才发现 这样的宴会竟然有些像是人界的西方国家的某种晚会 大殿上有着逝者照顾 在大殿一边放着各色精致的美味 从水果饮料到各色菜肴 而在一边的偏殿里有着专门的休息室 小巧雅致 让人一点也不会感觉拘束 云木在凤凰皇皇朝人缘那是非常好 刚刚走进大殿 就有很多人向她打招呼 同时询问东方菲儿的身份 云木都在一一含笑答应着 解释东方菲儿是她表妹 好漂亮的小姑娘啊 东方菲儿正在东张西望的时候 突然一个身材略微风鱼的中年女子迎着云木走了过来 笑着打招呼道 云掌柜 怎么现在才来啊 胡太太 我今天正好有点事 这就来迟了吗 云木忙着满脸笑一迎上去 两人亲迷地搂了一下 这小姑娘是谁呀 那个稍微风鱼的胡太太的目光 再次落在东方菲儿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 东方菲儿发现 这胡太太打亮人的眼神 带着一股雕酸古怪的挑剔味道 这是我表妹东方菲儿 云木再次介绍东方菲儿 同时对东方菲儿道 菲儿 这是胡太太 东方菲儿 我好像听萧南说起过 是你吧 胡太太说着 故意皱眉道 东方菲儿终于能明白 这个胡太太是谁了 凤凰皇皇朝镇国猴的老婆 胡萧南的老娘 见过胡太太 东方菲儿只是礼貌地点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别说她是镇南侯的老婆 就算是镇南侯 那也不关她什么屁事 胡太太的目光 再次挑剔地落在东方菲儿身上 东方菲儿侧过脑袋 看着大殿上 一根雕折火焰凤凰的柱子 功义精湛至极 柱子上的凤凰 展翅玉飞 栩栩如生 而大殿上 每一根柱子上的凤凰 姿态各不相同 云掌柜 我好像没听说 你什么时候 多了这么一个表妹了 胡太太堆起一脸的笑意 笑着向云木招呼道 菲儿是最近才来凤凰皇朝读书的 云木解释道 哦 胡太太点点头 看着东方菲儿道 东方小姐是哪里人 东方菲儿看向云木 希望她能够帮自己解释一下子 毕竟人家和她说话 她不答话 似乎有些不太礼貌 菲儿妹妹的老家 在鬼府那边 云木含笑道 心中有些恼怒 这胡太太跑上来就刨根问底的 实在有些过分 而连这云木也没想到 胡太太接下来居然说道 鬼府那边 没听说有什么世家大族啊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世家大族的 东方菲儿听不下去了 直接了当地说道 哦 胡太太故意地哦了一声 东方菲儿发现 有时候这个哦字还真是一门子学问 而果然 胡太太又问道 都不知道 东方小姐的家里是做什么生意的 胡太太 我好像没有问你家里是做什么生意的吧 东方菲儿压下心中不快 不冷不热地道 他家里是做什么生意的 关他鸟事 整个凤凰皇皇朝的人都知道 胡太太家乃是凤凰皇皇朝的镇国侯 岂是普通小门小户人家能够比的 一个带着几分尖酸的声音传了过来 东方菲儿侧目看去 说话的是一个和胡太太年龄相仿的中年妇人 身材高挑 和胡太太眉眼之间有些相似 只怕是有着某种血缘关系 云姐姐 我们去那边玩 东方菲儿懒得和他们说什么 当即拉着云木就走 云掌柜请等一下 我小张掌柜的买些东西 胡太太忽然招呼道 云木原本正随东方菲儿走过去 听得胡太太这么说 脚下一缓 东方菲儿道 云姐姐 你陪他们聊聊吧 我去那边坐坐 好的 我马上就来啊 你可别乱走 云木殷勤地关照着 他担心东方菲儿不认识皇宫的道路 一旦走出去 迷了路有些不妥 云掌柜 怎么和这样一个小丫头混在一起 一点礼貌都不懂 刚才说话尖酸刻薄的女子在此道 月太太请慎眼 云木脸色不愉 而完全没有走开的东方菲儿 却已经完全听在了耳中 也懒得理会这两人 当即向着一边的休息室走去 随意找了一个地方就坐了下来 云掌柜倒是回护妹妹啊 胡太太乐呵呵地笑着 胡太太 你想买什么东西啊 云木岔开话题问道 想找云掌柜的 打听一下你那个妹妹 哎 云掌柜 那东方菲儿 根本就不是你表妹对吧 我向你们穆雅阁询问过 你根本就没这么一门亲戚 月太太冷笑道 我认得妹妹 难道不成 云木心中恼怒 这月太太实在有些过分 不就是为这女儿月玲珑吗 犯得着吗 月太太和胡太太 乃是嫡亲的姐妹关系 如今想要亲上加亲 想把自己的女儿嫁进胡家 但两人仅有戏眼 这等事情 可不是胡太太一个人 做得了准的 必须要胡振华点头才成 但胡振华对于胡潇南的亲事 却是一直没有表态 胡太太也不敢擅自做主 本来嘛 看着胡潇南和月玲珑的关系不错 这月玲珑模样长得又美 人也知书达理的 没什么好挑剔的 两人平时也走得挺近乎 不料自从月玲珑去浩天学院读书 而胡潇南去了一次 居然就认识了一个叫做 什么东方菲尔的女孩子 然后胡潇南竟然直接找月玲珑说清楚 他们两人没任何关系 希望月玲珑以后自重 别再缠着她 月玲珑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回去哭给了月太太 月太太自然就憋着一肚子的火 心中早就恨极了东方菲尔 见到真人 自然不会给她好脸色 而东方菲尔也猜到两人的身份 懒得和他们多说什么 直接就找地方坐下来 一双大大的毛子四处转悠 大量着各色来宾 皇家晚宴果然与众不同 前来的宾客都是俊男美女 就算长相少有瑕疵的也都用衣服手势遮掩了 群掌柜啊 我们这不也是为着你好吗 现在的女孩子呀 一个比一个势力 仗着有几番姿色就妄图向上爬 我可是听说的 她最近和三殿下和胡二公子都走得很密切 既然是你妹妹 你也应该好生管教管教 岳太太的嘴角扯起一抹讽刺的笑意 云木朗哼一声道 岳太太这话是说给谁听呢 我妹妹的意思也是为这云掌柜 别被那小丫头蒙骗了 胡太太忙着打圆场道 我明着说吧 她这样出生的女孩子 是休想嫁入我们胡家的 更不要说是皇室了 你们放心 菲尔不会想要嫁入你们胡家 更别说是皇室了 胡太太 我今儿就把这句话撂给你 就你们胡家 还真配不上人家 要不是你儿子死皮赖脸的缠着她 你以为她会搭脸 说着云木转身就走 若不是胡太太和岳太太都是穆雅阁的大主公 她连打理一句都懒得 居然在背后如此重伤东方菲尔 她虽然也不知道东方菲尔的具体身份来历 但是东方清离她见过 那种与生俱来的华贵简直令人不可逼世 她怨人无数 一眼就看出东方清离出生不凡 而东方菲尔虽然年幼 但容貌之美 也是难得一见 加上楚浩然尊贵的炼丹师身份 至少可以证明一点 这个东方家绝对非普通人能够比拟的 胡萧南和邵文轩缠着东方菲尔的事 她自然也是知道 私下里也问过东方菲尔 但东方菲尔说得很明显 她对这两人没兴趣 这女人疯了 胡太太脸上挂不住 只是碍于场合也不便发作 云木很快就在角落里找到东方菲尔 和东方菲尔看着她一脸的不愉快笑道 他们两个说我什么了 第七十集 晚